嗨,大家好,我是乐玲 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主题是 谁适合成为你孩子的监护人? 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是你孩子的监护人 只要他们愿意好好的照顾这个孩子 然后最好是有带孩子的经验 一个家庭里如果父母其中一方去世的话 另一方就会自动成为法定的监护人 所以你不需要特别写在遗嘱里 建议监护人不要违派比孩子父母还要年长的人 因为考虑到年龄还有身体的状况 一般上都会违派孩子父母的兄弟姐妹 如果夫妻各自立于主 最好他们违派一样的监护人 就是可以避免不同的监护人 起得矛盾、产生冲突而影响到孩子 举个例子有对年轻的夫妇 陈先生和陈太太 他们有一个孩子叫小陈 那他们在立主的时候呢 就想要违派一个监护人 他们心目中有三个人选 第一位呢就是陈太太的哥哥 他自己有小孩 所以有带小孩的经验 可是他长期住在国外 所以就比较不适合担任这个监护人的角色 第二位呢就是陈先生的妹妹 他很同小陈 但是他还没结婚 所以考虑到他结婚之后 会嫁到另外一个家庭 所以也不太适合成为小陈的监护人 第三位人选就是陈先生的姐姐 他有两个小孩 有带孩子的经验 而且也比较懂得去安排小孩的生活起居 还有教育规划 所以相比之下呢 他就是最适合当小孩子监护人 结论就是你可以透过平时的观察和相处 远处跟你孩子的感情好 经济条件也不错的人 当你孩子的监护人 这集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